有对手的兄弟啊 推荐一下 不行我上门挑战 自由补击 共和格斗 我一个你选 我就想受你 给我找一个敢打的人 敢搞的人 有没有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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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多朋友都和我说 职业拳手水平比较高 离我们普通人距离很远 有没有普通民间爱好者 精彩的切磋比赛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场 非常刺激 拳拳到肉的比赛 虽然技术水平不高 但是真实 比一些综艺节目好很多 首先来介绍其中一位选手 他外号叫吊打 听名字还是很新鲜 更嚣张的 可是更嚣张的是 他竟然挑战拳网 说自己力量太大 没有对手 没有一个敢和他打 后来又说自己挑战 45到60公斤级的世界冠军 要给他们好好上一课 并且规则你都可以选 他身高1米75 体重81公斤 看起来身材还是非常壮的 只是不知道实战能力怎么样 我们再来进一步认识他一下 大家好 我是牛武林王子 健美一哥 要打 你们这些键盘侠 陈天赛网上跟个老鼠一样 看来串剧的 说我一场没有本 我就问你 哪个从逼接我赞的 我挑战这么久 哪个从逼赶过来 说话给我注意一点 什么规则你都不行 官能规则 自由不期 攻和格斗 规则你选 我就想受你 而且他除了拳击规则不接受 其他所有规则都接受 只想找一个敢打的人 除了拳击 什么规则我都接受 给我找一个敢打的人 敢搞的人 有没有 我就看谁敢跟我打 有对手的兄弟 推荐一下 不行 我上门挑战 后来网上有一位大叔 外号叫金刚 接下了他的约战 对手年龄比他大很多 也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双方在网上骂战很久了 最终开始比武切磋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上来 没有任何的试探 直接火力全开 全拳到肉 红色拳套的就是 外号吊打的拳手 蓝色拳套的就是 外号金刚的大叔 我们可以听一下 双方击打的声音 绝对真实 全拳到肉 我们可以看到金刚大叔 慢慢占了上风 而外号叫吊打的年轻人 他的架子已经散了 金刚大叔这波攻击 让裁判直接给吊打 来了一个读秒 比赛继续 双方也慢慢打出了一点火气 吊打这一波不知道什么拳 反正全部都抡出去 但是基本上都被金刚给防住了 体力下降也很快 结果直接反转 瞬间被金刚吊打 到第一局快结束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在挨打的状态 然后裁判再次给吊打独秒 最终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 个人认为虽然技术不怎么样 但是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 第二局比赛一算 双方更加加快了比赛的节奏 对攻变多了 而且很少有躲闪 非常像街头格斗的感觉 打到现在双方已经没有管体能技术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打倒对手 这种打法非常的耗费体能 在新一轮的对攻当中 外号叫吊打的年轻学手 再一次被金刚大叔击中 裁判再一次进行了独秒 最终结果当然毫无疑问 是金刚大叔获胜 我说你为什么不变得我 是金刚大叔 是金刚大叔 你为什么不变得我 我认识时你为什么不变得我 我认识时你怎么怎么不变成 不变了我 一群快点